6月24號禮拜二 在台北天埔棒球場 這是編號第61場的比賽 由國家儲訓隊來出戰 是台電棒球隊 在前五局打完之後 目前國訓隊是6比4 取得兩分的領先 雙方目前在這場比賽 各敲出了九支安打 在前五局的比賽 雙方可以說是 火力 就是完全朝著對方的大門 轟過去 在前五局 雙方的競爭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這場比賽是由民球瓶 楊千榮 楊教練 全體的工作團隊 以及我張立群 為大家帶來現場直播的服務 我們也請楊教練 來談談前五局您的看法 我前五局各 每一隊都打了九支安打 加起來十八支安打 所以火力四射了 也就是說在前五局 看起來就是打擊戰的一個表現 不過整體來講 打擊的表現跟 攻擊的這種串連的方面 是兩隊都非常的優異 不過唯一的瑕疵 也就是台電在五局的時候 余仲安那個跑壘 確實是非常的不理想 那這是個人的判斷方面 沒做好 沒做好就需要再加油 這種判斷還是需要訓練 一個打得這麼深遠的二壘打了 竟然沒有辦法 從二壘跑回本壘來得分 而被在本壘被促殺出去 那這個當然第一個時間 對於球的飛行距離 不夠了解 第二個對於中外野手臂 跟球之間的那一個 的情況 也沒有辦法立即判斷的出來 那這個就是變成在判斷方面 有很大的瑕疵 或者這個比賽到五局 中場的時候應該是比數在 6比5的一個情況 非常的接近 那因為一分沒有取得 又多了一個出局數 對於攻的這一方 是非常的不理想 當然我們在講 余仲安跑壘的判斷 不理想的情況之下 當然我們相對要考 那個要讚賞的地方 也就是說國訓隊 在這一次的守備 表現就非常的優異 那表現的優異的情況之下 也就是說 他面對一隻二壘安打的行程 他並沒有放棄 傳位本壘的這個企圖性 所以他們在整個迴傳的過程 他們是分成有兩個人 他去做轉傳 二壘守在前面 尤其補在後面 最後從中外野回傳的情況之下 是由第二個補位的人員 由尤其手來來處理 尤其有接到球之後 回傳回本壘 又傳得很準 然後把余仲安 刺殺在本壘 所以這個守備是值得肯定 前五局大概看起來 就是余仲安的跑壘 還要再加油 那在守備方面 我們看到國訓的守備 是值得肯定 這畫面剛剛就是我剛剛在所講的 這個整個跑壘跟這個工坊 本壘的工坊 就跑壘的判斷跟守備的一個處理 謝謝 謝謝 真的很 謝謝 谢谢大家